花蓮農改厂113年长庆祭开放日 以原味漫游绿冻食农为主 周六上午热闹登场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来引导民众参观 以及体验原住民传统农耕智慧 还有饮食文化 而现场有部落藏宝花园巡礼 科技研发亮点成果展示 还有原名特色料理示范与品尝 非常热闹有趣 花蓮農改厂从111年开始推动找回原力计划 针对原住民传统作物展开研究和保种 并且和部落合作 从农作产业到饮食文化以及行销推广 希望最自然与大地共融的原住民生态环境智慧 可以永续传承 因为原名部落里面我们渐渐也发现到 随着时间流失它的物种也会流失 文化也会继续流失 我们就强力 那等于是结合我们所有厂市所的力量 那在短短几年之内 那就深入部落把这些文化把它盘出来 物种盘出来 那这些物种盘出来 最重要就是除了保留之外 消失的或者即将消失的把它找回来 然后种回部落 那种回部落最重要就是要让它种得好 那种得好我们就科技力去导入 种得好之后要怎么去运用这些所有传统的东西 那所以包含我们等于是饮食多元化这个开发 加工品的开发 那所有让这些 这些所有真的很有特色的一个 原名特色的一个作物能够有所发挥的余地 我都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 从一开始的找回原力 其实我都觉得 我都可以感受到原力已经觉醒了 我们正进入在线原力的那个阶段 那其实透过大家 特别是透过我们非常多的原民朋友的一起努力 尤其是很多原民的这些青年朋友一起努力 让我们在原民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经营以外 其实我内部 我对原民农业的推动跟期待 其实没有背后的太多的一些想法 我想要的就是我要让外面的人知道 我们原民部落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土地上 我们要用感恩的亲情 来感恩我们所有的原民部落的朋友 因为有你们的守护 我们台湾本身的所有的生态 才能够更维持 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更永续 6月15号的厂庆日活动别出心裁 以寓教娱乐方式引导民众参观及体验原住民传统农 跟智慧还有饮食文化 现场有部落藏宝花园巡礼 科技研发亮点成果展 原民特色料理示范品尝 趣味体验活动 以及来自部落也很会市集 非常的热闹有趣 介络会亲爱相报道